上次视频说到唐人街好多店只收现金 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在唐人街买口罩的时候 当时是去唐人街的Walgreens超市 那边口罩全没有了 他那个店员说 在Walgreens超市北边有一个华人的 一个五金日杂店吧 说他那会有口罩 然后我到那边买口罩买了好多 那次买了一千多美元的口罩吧 都是收现金 但是我也给他交税了 按照8%吧 交的税 所以我就闹不明白 就是在唐人街比方说 买东西用现金买的话还需要交税吗 还是也需要交税啊 按说应该交税是吧 就是说他收现金 那他把这个现金收入报税吧 对吧 这个具体不知道了 反正当时花了一千多 因为买的是 首先买的是那种 像泡沫一样那种 那种口罩啊 买了好像 花了五百多吧 好了后来把他那个免口罩也都买了 又花了五六百啊 总共花一千多 有的朋友说 好像用现金买的话不用交税 但是有的说也需要买 他的风险在于你用现金买东西的话 你把现金钱交给他了 把税钱交给他了 如果他不报税呢 如果他不把你这笔销售报税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店家让你交了税 但是他并没有报税对吧 是吧 所以按说也很复杂吧 这个就考察美国这边人们的诚信吧 对吧 这是想起来的报税方面的这么一个情形 因为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在报税嘛 也是探讨一些有关税务方面的这个话题 这个小麻雀在这吃面包渣吧是什么 对于唐人街有些卖蔬菜水果的店 把蔬菜水果放在门口 有的朋友留言说 这是不对的 他说这不对啊 这属于战道经营吗 据我了解的美国这边是可以的 包括一些唐人街的礼品店 他们在店外边摆这个桌子呀 对吧 或者摆那个柜子呀什么的展示 他的这些帽子呀 这些礼品的时候呢 他们是跟美国这边的城管吧 或者不叫城管 反正也跟美国这边的市政 他们申请啊 申请战道经营 然后呢 他会领到一个许可 这边叫permit吧 permit 领到一个许可 然后批准他是可以在哪一个街道的多宽的这个范围去摆这个店外的这个摊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啊 这个并不是他战道经营 他们是经过审批的 应该还交钱 另外呢 这边一些商店 他们在 比方说 我知道 我认识的 一对华人的两口子啊 他们是从 芝加哥来的旧金山 他们在芝加哥的时候呢 这个女方他开了一个美容院吧 然后他们好像在那也赚了赚了好多钱 之后呢 决定到旧金山这边来生活 他们在这租了一个空的一个房子 然后想卖炒冰啊 就是那种夏天 人们老外比较喜欢吃凉东西嘛 老外 他们喝水 一律是喝冰水啊 他们 不像咱们华人啊 华人咱们喝水 喜欢喝茶水啊 或者温水 热水什么的 他们喜欢喝冰水 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喜欢吃这些炒冰 他们当时想的很简单 说租这个店面啊 租了之后 简单的装修 之后就开始运营啊 结果呢 他们在装修的时候 发现需要 旧金山这边 因为各个州的规定不一样 旧金山这边在装修的时候 需要审批 就是你要装修的话 也得获得一个许可证啊 所以他们也是 申请这个装修 好像耽误了差不多小一个月 之后呢还涉及车位 他们在这边租房子 这个车往这个店附近停 还得什么申请 申请车位之后呢 然后如果他的车位被别人占了 他们就有权利要求把这个车拖走啊 他们还在那个车位附近 自己贴那个牌啊 用汉语写着不让停车什么的 所以这边有好多东西都需要官方的审批 也并不是那么太自由的 包括有些商店如果无缘无故的停业了 那么也会被罚款吧 也会被要求提供证据啊 说为啥你就 无缘无故的就停业了啊 所以这边 也并不像朋友们所想象的有多么自由吧 包括上次我在台人街花园角广场看到的 一个英文的告示牌写的是 No loitering while children congregate 意思是当孩子们在这聚集的时候呢 就不得在这闲逛啊 意思是说你平时在这闲流都行 在有些国家闲逛闲流的是违法的 好像是新加坡就是这样吧 你在新加坡 你在大街上无所事事的闲流的啊 像我这样闲流的就属于违法吧 不过我也不是闲流的 我也算散步吧 你看这个哥们他用的是这种 像风火轮一样的啊 这样的 是吧 单轮这样走 总觉得这种对关节不好 容易把关节给受损吧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英文的标牌啊 他写的是 No loitering while children congregate 意思是说 如果小孩子们在这扎堆的时候呢 你就大人不可以在这闲逛 为者呢是罚款一千美元 或者拘留六个月啊 所以觉得挺恐怖的 按说 我在大街上我就这么闲逛 你能管着吗 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对 我在这儿晒太阳 或者我在这儿思考人生 对吧 他不应该管呢 结果他不允许啊 对吧 所以孩子们在这儿聚集的时候 这个成年人必须离开 不能在这儿闲逛啊 所以这也是美国这边对人们的这种限制 然后最近呢 还有好多朋友探讨申请失业金的问题啊 就是说有的一位朋友他在俄亥俄州 他说他们的公司最近才开始让大家申请失业金 前段时间公司一直坚持运营 然后这段时间好像疫情严重了 然后公司通知他们你们去申请失业金吧 我们公司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们提供全职工作了 就是说以前是一周上班五天 现在呢一周上班两天还是三天呢 就是说每一周 从周一到周三上班 周四周五就你们就失业状态 你们失业的这两天可以去申请失业金 但是这位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失业金 我这边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我在加州 他在俄亥俄州各个州规定的不一样 加州这边好多朋友有那些微信群嘛 他们去探讨怎么样去申请失业金 也有朋友们互相帮助的 但是必须要找特别信得过的朋友 因为你在申请失业金的时候 需要提供你的设案号呀 就是一系列涉及个人隐私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最近挣了多少钱呀 什么的也挺繁琐 其实这位朋友的先生就是美国人 就是英语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可能他的老公并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动脑筋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去找单位的这些华人同事 用汉语去沟通 然后这个华人同事有的英语好的 就可以帮着添啊 这是我的建议吧 然后对于失业金呢 反正加州这边的规定 听朋友们在群里说是要求随时验证啊 就是你提出这个申请了 你要需要验证 需要提供证明 证明说你这对吧 几月份到几月份 对吧 你这没有工作 你也在找工作啊 他的原则就是说 你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啊 对吧 这个是可以申请失业金的 希望这位朋友都顺利吧 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懂英文的华人朋友 然后给他一定的报酬 对吧 如果关于特别好 当然就属于帮忙了 让他站在你的身边啊 做电脑这边去登录 去对吧 不是登录了 他应该是开户 应该开一个户头 注册一个对吧 账号之后呢 再提起这个申请 当然网速得快啊 因为美国这边 如果网速不够快的话 因为大家好多人都登录网站 那么就抢不上线啊 就容易掉线啊 希望这位朋友都顺利吧 最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都没有加一些微信好友 而且对好多视频下面留言的 我都没有回应 真的是太忙了 真的 因为现在好多时间跟国内联系 包括给国内的大宝去佛导英文啊 对吧 你看这边开始 酒吧开始营业了 运营了 这边他们喝的这个啤酒吧 啤酒这个香 很担心啊 就是美国这边的疫情并没有控制住啊 但是 有些地方现在陆续的这个要营业了 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啊 这个地方 这个病毒传播的还挺 挺厉害啊 至于刚才 应该是我在上一个视频吧 所说这个机票呢 也有一些朋友反馈啊 说他们订的这个机票呢 不断的被取消 不断的被取消 比如说订的7月份的 然后就 这个航班取消了 又推到8月份 然后 紧接着又8月份的航班 又收到通知又取消了 又推到9月份 然后有的呢 他们订的是经济舱 机票被取消了 好了之后呢 不是 可以 就是机票 航班公司给你取消了 但是你可以申请延期 比如说7月份航班取消了 那么 你可以说 我弄了就转到8月份吧 有的 还给升舱了啊 就是没有额外的在花钱 如果你退票的话 一般是退不出钱了啊 但是你可以要求他去 改期啊 就是7月份的没有了 给我转到8月份吧 当然还可以去选座位 有的航公司 它是需要你花钱来买座位 比方说 你订的是经济舱 但是你想选一个靠窗的座位 你再花点钱 花个几十美元 就订一个靠窗户的啊 或者说你要 你是经常去洗手间的 那么你就选一个靠过道的啊 别夹在中间 当然他们 现在美联航 或者其他航公司呢 也会尽量的让这个 飞机机舱 这个座位啊 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尽量的他们不会 让乘客扎堆 他们尽量的 如果不是满载的话 那么他们会尽可能的 让这些乘客 拉开这个间距吧 对吧 这几天呢 跟大宝交流 大宝 他说了他的一个烦心事 说他有一个 好的一个朋友吧 或者也不是 特别好的朋友吧 不太值得了 就是他们同学 上课间操的时候 一起去 做体操呀 或者学习的时候 才去学习呀 说那个孩子呢 有点不太诚实吧 就是 总是说啊 我就不好好学 现在不用太好好学 现在主要是玩 等考试前再学就行 然后那个朋友呢 就是 用这种 论调啊 或者用这种 用这种观点呢 去影响大宝啊 就是造成大宝 有一段时间 也不怎么学习了 那孩子就说 我天天在家看电视 我也不好好上网课 因为有疫情嘛 有好多课程 都是通过网上去进行的 然后那个孩子说 他这个 通过网络 这个上的课 他不好好听 他去看这些什么 电视啊 看电视剧什么的 其实 以前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有的同学呢 就在学校 然后故意的 我不学习 我玩 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去 努力学 我觉得这种 挺没意思的 我觉得人还是要真实一点 就是该咋咋咋地 对吧 如果你真的没有学呢 你就说没学 对吧 没有必要 非得 你看这么多锁头 对吧 这层层的给它锁上了 所以我不建议 特别小的孩子呢 就是从小就有这么多的心机 后来我说 那你就 跟这样的朋友 保持距离吧 对吧 我说也无所谓 说这个 对吧 既然对方 他这样的 去忽悠人 对吧 我 当时微信 跟大坊聊天的时候 我说 现在就是有些心机表 我说有些人 是心机表 我说要加小心 他们心口不一一 对吧 他们 话是这样说 但是做的时候 就是另一套做派 我觉得 我说 我挺讨厌这样的人的 大坊担心 说那 我如果不理他了 那么我就暂时 就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朋友了 我说 这个没什么 我说 朋友 没有就没有吧 我说 这个就是 亲书随缘 对吧 这个朋友没有了 可能其他朋友会来吧 对吧 我说以前 我说 爸爸也遇到过 这样的人 就是有的 这个说出来不好 容易对号入座 但是 泛泛地说吧 就是有些人呢 他是你的朋友 但是他并不为你 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相反 他是嫉妒你啊 就是你遇到一些 比较好的事情 对吧 那他嫉妒 对吧 就是这个 挺可怕的 对吧 记得 我 我就 说一个 清听点水的 说一下吧 以前我 就是大学毕业都工作了 然后我们 以前的一位同学 我们同班同学 还在高三补习呢 他就是 我本来以为 他会为我高兴 但是他就 有一次说 他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说我啊 说这个意思是 泛姆为什么那么幸运呢 就是我就觉得心里 我知道他说这个话之后 我觉得心里挺不得劲的 我觉得好朋友 应该真正的为 对方的这个好事 高兴 而欣喜啊 真的不应该说 因为对方的顺利啊 然后就 心里愤愤不平啊 反正我是这样 我的内心是很阳光的啊 如果我的朋友 发财了啊 或者升职了 我很高兴对吧 我并不会因为说 他互动比我好了 我就不平衡 我不会这样的 我觉得 人还是应该 尽量的去 对吧 真实一点啊 真性情啊 这样比较好 真的不要说 小小年纪弄的那么 城府那么深 大体就是表达这些想法吧 另外对于报税 方面有的朋友说 报税不要报太高的数额 这样的话交税没什么用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哦 因为你报税报得多呢 对吧 那么你以后银行贷款呀 你买房啊 包括你的信用记录啊 我觉得都应该高吧 你的收入高呢 表明你是在财务上 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你的信用度啊 你的这个承担 对吧 经济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啊 所以我觉得 报税呢 它是一把双刃剑啊 当然你报的税多 你扣的税多 你可能心里不平衡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以后获得贷款的机会也多呀 穷人他付出的代价 是他的信用啊 在这边 我吃地宝拿白卡 对吧 比方说啊 就是我就对吧 坐车也不要钱 然后看病也不要钱 但是呢 导致你可能很难贷到款啊 这是我的观点啊 一旦说你报税报得多了 这边你有这个能力了 那么呢 经济能力了 那么你更容易获得银行 贷款的这个审批啊 所以我建议呢 朋友们还是 尽可能的啊 这些no peel啊 不要剥皮 don't peel peel是剥皮 动的是不要 所以呢 就跟朋友分享这么多吧 希望大家都 我是觉得报税还是 实时求是比较好啊 好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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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